音樂 麻煩鞋可以拉掉一下下 台上的準備來進行我們的媒體聯訪 個頭不高 那麻煩大家 高跟誰又不高 好 謝謝大家 今天這個橋段應該沒想到吧 對 只有台北廠先訂 然後而且也因為這個橋段 所以我們台北廠很難得有看到這種布幕的這種 然後還啪 布幕下 一般是演唱會才有的 所以這次真的想說 想給大家一些特別的感覺 因為大眠這首歌就很像 很像被催眠了 然後陷入了一場深深的睡眠 然後後來最後由魔術師把我喚醒 然後我們就開始一起唱這首歌 是蠻用心的唱片公司的橋段 有練習很久嗎 還是其實你不用練習 其實我只要睡覺就可以了 主要是魔術師比較累 對 我就是有跟她 就是躺在那邊 就是好好躺著 喬了一個很舒服的姿勢就可以了 所以我是蠻快就上手了 因為平常是蠻愛睡覺的 所以還蠻好上手 剛才就覺得非常輕鬆的開始 一點都不緊張 所以說要吸引發作是真的很久沒拍戲的 未來會有這樣子嗎 對 很久沒拍戲 其實會希望碰到好的劇本啊 因為我覺得階段性不同 會想要嘗試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對啊 所以希望這個各個導演各個製作人 可以看一下大眠的不一樣的演出 然後來有更多不同的角色都可以來找我 三年沒有發片了對不對 對 成績那麼好有沒有覺得 哇 意料之內 對啊 我這張專輯就是走一個意料之內的路線 非常有自信的把這一張有誠意的專輯拿出來 推薦給大家 然後當然中間過程中 因為有一些些變化嘛 比如說主打歌在青春民視的咖啡館 會一開始會擔心大家不習慣 然後可是後來漸漸的我覺得歌迷朋友也都長大了 所以他們聽得出來一些 我們在中間做的一些細節的變化 然後可是因為特色又不能施自己原本的特色 所以就是真的很感謝珊妮老師 然後到大眠 剛剛這首歌我也非常的喜歡 就是自己在現唱的過程中 雖然等詩仁辰老師的詞 這個文字藝術家的詞 等了三個月 然後到了當天才拿到歌詞才錄 這是我第一次遇過的狀況 可是這個詞是 我們大家都收到的時候就會覺得說 這個等待是值得的 然後唱的過程中 因為配唱老師他這一次 軍偉老師他其實很讓我自己發揮 所以我其實就是 等於自己很投入在這個音樂裡面 所以這次在錄專輯的過程也非常的開心 然後到披你的雷 就是整首歌很有畫面 所以我覺得這張專輯到現在 一直一路就是宣傳到現在 我真的是很開心很喜歡的帶給大家 這怎麼會想要加入這個手勢舞這個東西在專輯中 其實就是拼你的雷好像應該要有一些舞蹈的動作 然後可是我們覺得這首歌的調性 不像是那種就是跳很厲害很厲害的舞 所以他應該要有一個他自己的風格 其實藍波老師那個時候幫我編了兩個版本 一個是比較身體版的 一個是就是手指的放電舞手指版 我們最後選了手指版 因為其實也響應現在大家 因為社群媒體現在也都很流行 然後從IG 從Facebook到IG 然後到現在抖音 所以我們覺得手指舞這個放電舞 很適合大家在抖音上做遊戲玩 所以我們最後選了手指的這個版本 那這首歌其實主要的也不是在跳很厲害的舞蹈的部分 然後有一種趣味的 因為這首歌本來就很趣味 所以就是用這種方式來表現 而且你有看到什麼粉絲特別的 你在學然後讓你們講什麼的舞蹈 我有看到自己編的 然後我有看到關關的 關關的是我第一隻看到的這樣子 然後我昨天有看到有一些自己編的 我想說其實刻意已經就是編的不算難了 也不複雜的 怎麼大家還是要加油一下 哈哈哈哈 不行 蛤 自己不行 欸就是 但是我覺得OK 他們就是有自己添加自己的創意版 可是如果可以讓我多看到 覺得我覺得也不錯的創意 也是另一個角度也不錯啦 上次跟藍波老師是哪一首的啊 多久啊 喔 新電星會不會啊 超久了 好像是新電星欸 超級久 所以很久沒有跟他合作 可是還是一樣欸 我覺得碰到他的時候 就是還是一樣很熟悉 然後因為我覺得 畢竟有這麼多年的基礎的累積 他其實很熟悉我的肢體 對 然後那 我覺得尤其這個比較趣味的東西 我覺得也是藍波老師擅長的 擅長編排的東西之一 小時候偶像真的是李燕玉 沒有啦 不只很多欸 張學友林一蓮王菲我都很愛啊 就是小小的時候 就是會覺得說 媽媽我一會來當新聞主播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是李燕秋 這樣 然後這一次 嗯這一次是因為歌的關係 我說欸好像我可以 扮演一下主播喔這樣 所以Pini的雷大家會看到 我有個主播的表現 然後他們都覺得說我好像喔 是不是平常有在揣摩 有嗎 我就是 沒有因為我就是演技實力派啊 所以不用 不用特別揣摩 但就是可以這樣 那剛剛有說戲影發作 喔 戲影發作的部分 他有自己物色一些小鮮肉的名單嗎 以後男主角合作出的 小鮮肉名單 你做花名策嗎 我沒有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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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特別關注哪一位想要合作的 特別關注啊 就是李奧納多皮哈說 沒有 小鮮肉我沒有特別 特別 但是因為現在很多 現在新生代都很多 其實都還看不完 我覺得比較想跟誰合作 主要還是看到到時候收到的劇本 是什麼 如果是 也許如果是大書寡的話 我心目中的那個 那個 演員男神還是梁朝偉啊 對啊 他真的是 我還要跳手指放電舞 他眼睛隨時隨地都是電 好像有說那個天國的家一樣在重拍 你知道這件事嗎 有我知道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那誰演我啊 我第一個反應然後 可是好像他們現在也沒有公布這樣子 然後我知道有很多 有很多戲謎 有些人很期待 有些人就會有點覺得說 啊 就是經典很難超越還是什麼 但我覺得 嗯 大家拭目以待囉 我想應該也會有一些 我自己也是蠻好奇的 應該會有一些 也許有一些新的火花也不一定啊 找你回去演藝愛青 陶愛青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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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如果 硬是要我現在演藝愛青 一定演的會跟以前不一樣 層次 演的層次一定會比以前好 對 可是 好像沒那麼合適吧 對不對 好像 而且 嗯 你人真好 哈哈 我也是這麼覺得 哈哈 不是 但是如果回想以前在演藝愛青的時候 一天十場戲要哭八場欸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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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真的是無法 那時候哭到都已經真的是 眼淚都乾了 愈哭累 而且小時候 嗯 就是 在於演技上的時候 其實真的還是比較 那時候還被在琢磨的階段 所以你知道 就需要常常打開一種 就是戲劇演的 講的情緒抽屜 可是那個抽屜其實是 其實是最笨的方式 因為它就會跟 比較跳脫劇情 然後我就會很對不起 我的爸爸跟我的媽媽 因為常常都要幻想他們怎麼了 然後才可以這樣 所以 所以我覺得不要再來一遍了 我覺得 就是美好的回憶 就留在那裡就可以了 OK 這麼多 謝謝 謝謝 辛苦啦